受高龄化受费趋势影响 政府力推原入民部落长照服务 由部落族人启发型照顾想者 派出所为了响应部落文件站照顾年长者的心意 位在复理箱的永丰派出所所长想到 每年都会有民间友人捐赠有机百米到派出所 再由派出所捐赠给辖内需要关怀的独居老人和弱势族群 所长便返回派出所搬运了四箱 重达180公斤百米赠送给文件站 受到高龄化的社会趋势 政府力推原住民部落长照服务 由部落族人启发性照顾长者 派出所为了响应部落文件站照顾长者的心意 位在复理箱的永丰派出所所长想到 每年都会有民间友人捐赠有机百米到派出所 再由派出所捐赠给辖内需要关怀的独居老人以及弱势族群 所长就返回派出所搬运四箱重达180公斤百米来赠送给文件站 也借由长者领取爱心敏同时派出所把握时间来做防诈骗的宣导 高龄长者常常沦为诈骗对象 也请大家留意如果有接到一次诈骗电话 即马上挂掉并且冷静拨打165或是110报案专线来查证 记者高双双部里乡采访报道